年关将近各大机构团体都在岁末光怀弱势 希望可以在寒冬帮助到需要帮助的民众 而今天上午由佛教团体郑爵教育基金会 来到三支区公所邀请区内清涵弱势加户 举办雪中送炭的活动 发放年节的红包要来陪伴三支区内 弱势加户清涵学子度过一个温暖的春节 郑爵同学会是消费师导师 以1997年在台北市设立的社团法人 大圣菩萨僧团 专闻弘扬释迦摩尼佛所传的大圣佛法法教 荣受中国传统文化 以第八世如来藏伟侯心教人解脱道与佛菩提道 清修实证的行文 是全球能实证佛法三圣菩提的佛教团体 郑爵教育基金会以关怀弱势广结善缘为终止 今天来到三支区的雪中送炭活动 目标是要协助104个家户发送红包给他们 而所有的生活协助金款项都是由郑爵团体成员小儿捐献而来 至今全国性的走遍全台 而今天三支区长以及里长也现场感谢郑爵基金会的善心 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 今天我们专程到三支区公司来办理 这个地区的每年郑爵集办的雪中送炭活动 今年是我们第六年连续在这个区办理 总共有11个礼来参加加会104付的礼民 监政金额为15万6千元 为了让设置户感受到郑爵尊诚的关怀与政府 特别将设置户集中在这里来共同办理 我们都晓得郑爵这个基金会在全省已经是在各个乡镇都已经有分支 那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基金会 同时呢在爱心的汇集上面也是不遗余力 非常全力的来做这种人间温暖的传达 我们三支区公所很感谢这个基金会 这些疫情善举 同时也期待能够年年都有这样子的温暖 来传达给我们需要的朋友们 而今天的关怀弱势还能送暖游歌里里长评估群内弱势清寒的老人家以及学字 提供名单给正觉教育基金会 希望透过今天这个温馨的活动将资源确实的送到需要帮助民众的手中 除了温暖弱势加护的心也要达到抛转引玉的目的 募集更多的善心照顾更多的弱势民众 记者廖品涵三支采访报导